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徐老师 这期课,我们要继续来学习 11到20个数当中的加减法 在学习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10以内的加减法 请你快速口算 4加3等于 7,第二组 7加2等于 9,第三组 10减2等于 8 继续 9减6等于 3 到了这儿,我相信你对适应的加减法 应该掌握得相当不错了 继续 4加4等于 8 接着 来看图列式 还记得,根据一幅图写出三个算是吗 蓝色部分有四个 橙色部分有六个 那用一道加法算式来表示就是 4加6等于 10 那另外的两道减法算式 就可以是 总数里面 10 可以先去掉 右边 6个 剩下就是 左边4个 也可以是 从总数里面 10 先去掉 左边4个 剩下就是 右边的 6个 那这一幅图 我们知道 能快速的知道 这一个一图 三式 这里有一个小朋友 他想拿这些小棒 来列出一些算式 你能帮帮他吗 请看 这是他所摆的小棒 一捆 是 一个十 三根 表示 三个一 能够根据这幅图 列出 对应的三个算式吗 首先 第一道加法算式 可以是 十 加 三 等于 十三 我们知道 将两个数 加完位置 它们结果不变 所以写一个就可以了 那另外的两道 减法算式 就可以是 总数十三 可以先去掉 右边 三根 剩下的就是 左边 的 一捆 十根 另外的一种 就可以是 十三 减 左边的一捆 十 剩下的自然就是 右边的三了 原来 这些小棒图 也能够列出 一图 三式呀 在这里面 你观察一下 这一个就是 十 加 三 等于十三 那 老师 继续地问一问 如果是十 加四呢 再添一根小棒 是多少 十四 十加五呢 十五 所以 像今天这样的 十 加 几 的 加法 我们能够快速地 爆出得数了 十加几 就等于 十 几 那 想一想 这一些 你能够 将它 在技术器上面 来拨一拨吗 来感受一下 我们这一个 数量增加的过程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我们来看到算式 十一 加二 第二个 十三 减二 这两个算式 如何来算呢 我们请出小棒 来帮助我们理解 十一 就是一捆 加一根 二 就表示 两根小棒 相加 就是 合起来 请看 它们是将 哪部分 合起来 看到了吗 就是将我们当中的 各位 进行了 合并 这个时候 下面看 一眼就看出来 是 十 三了 所以这里面 我们在算的时候 只需要 将各位的 一和二 相加 就可以 那么结果 十一加二 就等于 十三了 那看第二个 十三 减二呢 能不能使用 同样的方法 也借助小棒 来帮助我们理解一下 十三 一捆 加三根 减二 就是要去掉 去掉两根 请仔细观察 是在哪一部分当中 去掉两根 发现了吗 这里 各位 三 去掉两根 还是在各位 去掉了二 这个时候 一眼就看出来 结果是 十 一 所以你发现了 这个时候 十位没变 各位 进行了 相解 那么 十三 减二 就等于 十一了 看 像这样的 十一 加二 或者是 十三 减二的 十几 加减几 我们只需要 将各位 进行直接的 相加 或相减 就可以得出 结果了 好 我们继续 来看一看 你们知道 我们经常见的 加法算式 和减法算式中 每一个部分 的名称吗 它们有着自己的名字 首先来看 在加法里面 加号前面一个数 我们叫做 我们叫做 加数 同样 加号后面这一个数 我们也称作 加数 那 它们相加的这个结果 我们叫做 和 那 在减法里面 减号前面和后面这些数 又叫做什么呢 看第一个 减号前面这一个数 名字有点特别 叫做 被 减 数 减号后面这一个数 我们叫做 减 数 那 它们的结果 在减法里面 就叫做 差 那么减法算式里面 各部分的名称就是 被减数 减 减数 等于 差 加法里面 它们的名称 则是 加数 加 加数 等于 和 认识它们了吗 希望 你能够跟小伙伴 相互来说一说 这些算式当中 各部分的 名称 我们接着 往下看 请你看到这两幅图 列出下面的算式 第一个 大括号一出现 我们知道 这表示 合起来 此时 问号 在大括号的下面 则告诉我们 这是要求 总数 那 总数 看一看 左边 这一部分 是 十三颗 右边 这里有 三颗 那 左右这两部分 合起来 则是 十三 加三 等于 这个时候 直接看 十三 加三 就等于 十六了 各位 相加 十位不便 看第二幅图 这个时候 我们的问号 跑到了上面去了 这个时候 它表示 左边的一部分 求这一部分 我们就用 减法 来表示 那 这一道算式 就是 十七 总数 减 一 二 三 四 五 减五 等于 那 这里 仍然 是一样 十位不便 各位的 相减 七 减五 等于 二 十位不便 那么则是 十七 减五 等于 十 二 那么 左边这部分 就有 十二支了 我们接着 往下看 来拆苹果 这里 是一个表格 数项看 分别有 加数 加数 和 那 横着看 第一横排 都表示加数 第二横排 仍然表示加数 第三横排 表示和 来看第一组 加数 只出现在加法里面 那第一组就是 十加九 等于 十九 第二组 一加十 一加十 等于 十一 第三组 这里 看一看 十二 加 几 等于 十五 呢 直接看各位 十二 加 三 继续 这个时候看一看 六 加几 等于十六呀 发现了没有 六 加 十 等于 十六 十加六 等于 十六 看最后一组 同样的 快速想一想 这里 苹果 藏着几呀 此时 我们可以 反过来想 这一个 苹果加六 等于十七 那 从十七里面 去掉六 剩下的 就是苹果 这个数了 那 就可以说 十七 减六 各位直接 相减 十位不变 那就是 结果 十 一 看 这就是我们 加法里面 十加几 和十几 加几的 加法了 简单吗 继续往后 被减数 减数 差 这只出现在减法里面 来一组一组看 第一组 十四 减 十 等于 四 继续 十六 减二 等于 直接各位相减 十位不变 是 十四 第三组 十九 减九 等于 十 继续 十五 减十二呢 这个时候 想一想 小棒图 十五 减十二 那么 把一捆都拿走 把一捆都拿走 各位就只剩下五根 再去掉两根 就是三根了 那这个时候 十五减十二 就是 三 好继续 最后一组 十八 减几 会等于 八呢 这个时候我们想一想 总数 十八 从里面去掉八 剩下的就是这个苹果数了 那十八 减八 结果就是 十 好 这里就是我们 十几 减几的减法 道理是一样的 直接将各位 相加减 接着我们来按顺序排一排 你能够把 篮子里面的水果 放到合适的位置吗 先看一看 这些顺序是 大嘴对 大数 小嘴对 小数 这是要我们按照从 大到小的顺序排 现在我们来排一排 先把每一个算式 先算出得数吧 从上往下看 第一组 十加七等于 十七 第二个 二加十四等于 十六 各位相加 十位不便 接着 一加十 等于 十一 十五减三 各位相减 十位不便 等于 十二 最后一个 十九 减十 想象 小棒图 去掉一捆 那就剩下 九根 所以 十九减十 等于 九 现在 就简单多了 好 我们先来看 最大的 首先是 第一框 接着是 第二个 二加十四 然后是 中间这一框 十五 减三 然后是 一加十 最后是 十九 减十 那么队伍就好排了 一框一框的 放到位置上去吧 第一框 第二框 第三框 第四框 最后一框 看 我们按顺序 排好了 在做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通过刚刚的计算 我们发现 首先 要计算细心 先算一算 同时 在算的过程当中 要看清楚 是加号 还是减号 这样 我们才能准确的 算出结果了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里面 有一些水果 请看 两个一样的梨 相加十二十 继续 那么 一个梨 减掉一个苹果 还剩一 你能想一想 这个梨 表示几吗 苹果 又表示几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看第一个 两个相同的梨 相加十二十 那么梨 那么梨只可能是 对了 十 梨知道 是十 那么苹果 就好猜了 十减几 会等于一呢 这里 苹果 也只可能是 九 所以 所以离合苹果 就这样按顺序的 猜出来了 第二组 请看 十 减去 一个水蜜桃 还剩 一个水蜜桃 这两个水蜜桃 是一样的 继续 一个萝卜 减 一个水蜜桃 等于 十二 请问 水蜜桃和萝卜 各是几呢 我们也按顺序来看一看 这里 关键要看清楚 第一个 十 减 一个水蜜桃 还剩下 一个水蜜桃 这两个就表示 同样的一个数 那 水蜜桃就只可能是 在十的分于合里面 我们知道 十可以分成五和五 只有五 符合要求 水蜜桃知道 是五了 那 萝卜 就好知道了呀 请问 五和十二 合起来 是多少 就能清楚知道 萝卜的 数量 十二加五 等于 各位相加 十位不变 那就是 十七了 好 今天这节课 我们主要是 知道 十加几 和十几加几的 相应的 加减法 这些加法 减法算是 你都能够 快速的掌握吗 希望你 能够在 接下来的时间 多学 多用 今天的学习 就到这 下节课 我们再继续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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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继续来学习